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財富噴射機 各位今天我們又繼續噴出了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今天指數雖然說沒有什麼漲 目前還沒有完全收定 沒有什麼漲 在平凡附近 但是我們的心情 好像今天這行情漲了200多點300多點 對不對 我跟妳講的高麗 我告訴妳的穆德 光這兩檔 我們很多人都已經賺翻了 所以說今天這個週末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慶祝開趴一下對不對 因為當你覺得很難做的時候 但是我給各位的股票你會發現到 他一樣可以噴出一樣可以漲停板 我想這個就是很多投資朋友你要的 跟著我來 我會常常給各位這種感覺 我跟你講我不是在戶口號 你看我節目越久 你會越知道我們股票的威力 我想很多人在這個裡面也留了很多言 我昨天我看到一個 這個算是我的粉絲 他在裡面留言我蠻感動的 他說 這個兩年多來 他看著我之前那個節目到現在 也籌到了一些開店的資金 然後他就去開店了 現在說雖然說沒有多餘的資金跟著我做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這種 這種留言 我覺得我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因為至少我的節目是真的幫助到很多投資朋友 那我會繼續的 努力繼續的加油好不好 那這個盤 怎麼看呢 我跟各位講 你相信我的 你就安心的做就對了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沒有2萬2 你都不用太擔心好不好 2萬2之前 很多造型個股還會再噴一段 你跟著來就對了 今天指數呢又創新高了 我不知道各位你心情怎麼樣 但是我們是很開心的 對不對 包括你昨天你剛剛跟著我來做的 我今天 9點01分我訊息就出去了 而且那是手機收到的時間 代表我什麼 代表我開盤前我就做好準備了 我今天一樣給你現買現賺漲停的感覺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來看 所以今天這個盤呢再創高 我跟你講你不用太擔心他啦 這邊證證都算正常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新的平台他已經打出來了 這個平台已經出來了你知道嗎 所以當這個平台出來之後 這裡 大家信心會更強 信心更強的情況之下 中小型個股他的追價力道 他就會越來越強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但是我講你這幾天 你聽了很多網紅的節目 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跟你講 要去吃00939豆腐 要去吃00949豆腐 我跟你講你今天你笑不出來 為什麼 來我們今天看一下 你看看這些股票 這些是不是成分股 漢糖 這不是嗎 有沒有 群光不是嗎 939買超第一名的吃豆腐 你有吃到嗎 我講的你吃到 吃豆腐這件事情 你地保也是嘛 對不對 可誠不是也是嗎 對不對 這些股票 蓮陽也是 潤衣也是啊 你 聽這些人你去吃豆腐 我跟各位講 你今天你心情是怎麼樣 今天這行情再創歷史新高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你吃完豆腐 你不跑就是要被抓去關嘛 我看法我都沒有改變啦 我講的你跟著我做股票 這些錢我可以不要賺 我想我們去做的時候 無形之間 你想想看00940那些投資人怎麼辦 我們走正確的路 我們不吃他豆腐 我跟各位講我一樣給你大魚大肉 0093900940 會去買這種股票嗎 對不對 0093900940會去買這種股票嗎 會去買這種股票嗎 我請問你會去買這種股票嗎 不會嘛 但是我們還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一樣賺到大魚大肉 反而你那種心思 一直要去設計別人 去設計別人的 你到最後你結果是怎麼樣 我跟你說 豆腐沒吃到啦 吃到雞啊 對不對 台語是這樣子講嗎 沒有錯吧 我台語雖然不好 但是 很多人還蠻喜歡我講台語的 好像可愛可愛對不對 我會盡量學啦 好不好 那我跟各位講 豆腐沒有吃到沒有關係嘛 我帶你吃大魚大肉 沒有錯吧 我跟你講 當這種一窩蜂跟你講說 要吃什麼豆腐 連很多財經媒體都要跟你講 要吃什麼豆腐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對了 你看我節目 我節目上 我跟各位講要吃這些豆腐嗎 我跟你講 股市賺錢的都是少數 所以當大家想法都一樣的時候 你要永遠成為那個小心謹慎的那個人 這句話我跟大家做分享 當大家想法都一樣的時候 你永遠要小心謹慎 這是股市更古不變的道理 現在一堆人還想著讓0094年來抬轎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了 基金竟然也不是笨蛋 0094年其實已經進場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還做這個春秋大夢 希望下個禮拜進來開始抬 我跟你講他已經開始買了 如果他已經開始買 股票還上不來 我跟你講你吃豆腐的人 你就怎麼樣 你現在心裡一定不好受 我今天不是要言語大家 而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我苦口活心我講過很多遍 沒有錯吧 對不對 你都可以看 你可以看你都可以看重播 我講我不吃他肉腐 我一樣在股銷市場裡面賺得到錢 對不對 聰明以前在幹嘛 他在找還沒漲到的股票嗎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 這00939 所以我跟你講這種ETF也沒有穩算的 懂我意思嗎 你們現在去買的 我跟你講 你00940的投資人 你要慶幸 慶幸什麼 慶幸這些股票 現在有跌下來 如果他是一直漲的話呢 那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因為投資00940呢 你到最後要去高檔去買單嘛 所以 投資940的投資朋友 你看到這些成分股下來 我覺得 我反而替你們鬆一口氣 真的 我反而替你們鬆一口氣 漢堂啦 群光啦 對不對 這些 股票下來的時候呢 我反而覺得說 還好還好還好 你還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的基金不會買在高點 對不對 那那種吃豆腐的 我覺得修理也很好 因為 這一群人真的是完全 我不知道怎麼講啦 不知道是哪裡 哪裡帶起來的風氣 你根本沒有沒有考慮到 外資的一個角色嘛 你知道外資現在很多地 在這個地方借券賣出很多 你知道嗎 他在做套利啊 懂我意思嗎 他就把套利利他鎖住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成分股就掉下來了 很多人搞不懂就開始玩 那是不是00939的人 你才開始笑了 你看 昨天聽說啦 他有連續87張87張的單出來 賣出的單出來 他在笑你什麼 對不對 今天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錢大咖 真是蠻任性的 你看 174174 諧音是什麼 我只能說哥你夠威 好不好 這個不知道是誰的傑作 但是我小弟我蠻欣賞你的 夠屌 夠厲害 對不對 那還好啦我帶我的成員 包括我的所有的粉絲 我們都避開了這一次 ETF之亂 我講我不用靠他啦 我不用靠他 我們一樣可以在股票市場裡面賺得到大錢 對不對 散熱的部分來講的話 一人散熱 很多人說一定要做雙紅 一定要做齊紅才賺錢 我說不一定嘛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操作難度又變高了 有沒有 你直接你拉出來 我們從最低價的 一拳 對不對 我今天快速講 一拳 這裡買一趟 這邊賣一趟 所有家族成員你對訊息就知道了 王老師講的跟做的有沒有一模一樣 這邊 再跟你講要買進去 然後這邊一樣拉起來再出一趟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昨天這個地方我跟郭亞在切入 那今天來講的話他沒有漲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一次呢我就不會看那麼短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 有底做打底了 那他這邊試圖要攻 這個地方試圖要攻 你不要覺得是 有人在出貨怎麼樣 我跟你講現在當衝很多啦 你先讓他衝一衝衝一衝 當他整個利多開始爆發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一發不可收拾 你信不信 你慢慢看 當整個高階均熱片開始出貨的話 那我跟各位講就不得了了 好不好 那這個是一拳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在整個 後台裡面我看到很多 小資族 因為你可能高利你買不下去 大部分人怎麼樣 都一拳有興趣 那我相信 你真的跟著我來的 我也相信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的訊息指令非常清楚 這邊的錢你都賺得到 對不對 好 那你對高價股不排斥的 你有資金的投資朋友 高利 你自己看看 前面234塊 有沒有 你跟著我做的家族成員 通通賺錢 260拉回來再買進去 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 這邊這段期間 雙紅 齊紅 飆翻天 我跟你講 我看法沒有改變 那些股票高位階 我不太敢帶你買 但是這一種低位階的 你相信我 後面的爆發力道 我講的 他不會輸給雙紅 不會輸給齊紅 我跟各位講 遲來的爭議 對不對 是不是架差越來越高了 越來越高了 然後呢 到 這一天我跟各位說什麼 你看我前兩天的節目 當天高麗上去又下來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就跟你講高麗再創波段新高 小心後面 噴更兇啊 昨天掌停板 你賺多少錢 昨天兇不兇 很兇的對不對 昨天各位 10張可以賺到118萬 今天咧 我再送你一根掌停板 昨天所有家族成員 有高利的問我要不要賣 我只給各位一句話 忍住 我要帶你看到更高的地方 心要大 獲利才會大嘛 這就是財富噴射機的一個精神 我跟你講你賺一根掌停板 賣好的 對不對 不會對你的生活有太多的改變 10%對我來講 piece of cake 英文是這樣子講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請你抱住 因為我覺得滿足價還沒到 包括昨天 很多人因為 這個一次無想報 因為高利而來的 目標價 我跟各位講了 資料我都給各位看了 對不對 今天股價有沒有再噴出去 是不是債工掌停板 各位你看看 今天 10張的高利 各位已經來到 153.5萬的獲利 你200多萬就好了 各位我今天我直接給你100多萬 20張300多萬 50張 各位很多清貸 我跟你講這一波 賺到翻了 剛剛來的清貸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 你慢慢會印證我的我的威力 你相信我就對了 有一些股票 我請你咬住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我要幫你做的是 把你給我的這個資訊費 我要賺10倍給你 700多萬 有沒有10倍了 超過了你知道嗎 超過你知道嗎 50張 700多萬 你扣一扣資訊費 剩下 你可不可以賺700萬 260進場的 你也賺127.5萬 50張賺637.5萬 從頭印證到尾 各位 一開始大家覺得 我買雙紅其銅就好 我說沒關係 你要去買 你去追吧 就追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現在雙紅其銅整理 但是我給大家的高麗呢 開始噴出 這邊的過程裡面 我跟你說 別人講高麗 問豆油 我是把整個頭都塞 塞進去埋下去了 為什麼 我整個頭洗下去了 我就希望你能夠賺很多錢 我請問大家 有賺錢嗎 有花費嗎 高麗我恭喜大家 對不對 一忍散熱 你不做雙紅其銅 我跟你講 我一樣帶你賺到翻 還會不會繼續漲 你慢慢看 會不會到四字頭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肖像也搞不好到五字頭都有可能 會不會賺到翻掉 我跟你講你慢慢看 因為現階段來講的話 還沒有很多人跟你講這種東西 大部分還在ETF 還繞不出來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我們就是還會繼續賺 你看就對了 然後呢 除了高低之外 我想為什麼今天我們感覺漲兩三百點 今天最後大盤漲多少 來你看一下 禮拜五 最後我翻紅拉拉了29點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們一樣漲兩三百點的感覺 為什麼 我給你講的穩德 你看看穩德 穩德 我給你堅持多久 你自己看 穩德 從這邊開始 我跟你講我也沒有買最低 我們從三百開始算 對不對 這正當過程裡面 我都跟你講了 支撐守住了守住了 有沒有注意到 上升趨勢沒有改變 後市上漲依然可期 然後呢 開始往上墊高了 我跟你講 這邊差不多要突破了 基本面我都跟你講了 有沒有 後面就創新高 創新高你能認為結束了嗎 很多人想說我先下車 我跟你講 陳姐剛剛成為我的清代 我昨天一樣下 我一樣請他下去買 他做生意很忙 那我都跟他講重點 有空我們再慢慢聊 對不對 這邊我跟他昨天 盤下 我請他買進去 你看今天 今天的穩德 來各位 這我出門之前還沒漲停板 我出門前還沒漲停板 300塊 最高是363 來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呢 尾盤374.5 所以也就等於說 如果是買300塊 這一波如果買300塊的 今天374.5 各位一張是 一張是多少 7萬多呢 你10張是74萬 你這邊你跟我一樣20張的 又是100多萬 陳姐昨天買15張 我請他買的 買 因為你沒辦法 因為300塊你還不是我的客戶嗎 昨天買一樣 今天一樣賺錢 你自己算看 今天34塊錢的價差 對不對 恭喜恭喜 拖你的福啦 好不好 真的 你看 你一來我股票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拖你的福 真的 有時候有一些客戶就是這樣子 就是 氣場合的時候很怪 他股票一買就漲停板 然後就一路噴出 我常遇到這種 這種高資金的客戶 就有時候真的合得來 然後就非常順 就一直順下去 然後就賺很多錢 然後到最後就變好朋友 一年兩年三年 跟著我現在超過三年的清淡 比比皆是 真的是這樣子 那 我在講題外話 也不可能說一路順 有時候會震盪的時候 那大家就忍耐 但我跟你講 真的順的時候 我跟你講 真的會賺很多錢 對不對 那穆德為什麼靠好他 來各位你自己看 日月光今天發了一個新聞 我早上我在我的Line群組裡面 我都有跟各位講 時間又來不及 我要講快一點 每次講這種產業東西 我都很怕時間來不及 好 他開發什麼 VIPEG VIPEG的平台是什麼意思呢 我講簡單一點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2.5D的封裝 我們拉近一點點 謝謝大哥 這2.5D的封裝 那你看看 上面他可能是晶片 有可能是記憶體 或者是這個GPU CPU 這個要怎麼黏在上面 他要用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金屬圖塊 金屬微圖塊 就是這個一顆一顆一顆的 對不對 那你一顆一顆的 如果你現在技術 可以做到更小的話 那我是不是堆疊的 堆疊的層數會越來越高 所以你未來走3D 都3D IC封裝的話 你這個微圖塊 你知道越小 做到越小 那他的一個 疊的東西越高 效能會越快 他會更輕薄 會更有效率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日月光已經做出這個東西來了 從間距40微米已經減少到20微米 這就是亮點 那我請問大家這東西小不小 非常小 那非常小 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做好 你今天看我講話好像 把YouTube快轉1.5倍有沒有 我最近我發現 那個1.5倍2倍還蠻好玩的 我最近看很多老師節目 我都用那個1.5倍再轉 今天語數有點快 因為我後面還有東西要講 好來各位 對不對 這個東西怎麼看 這個東西要怎麼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要顯微鏡 所以你做出來東西要怎麼檢測 AOI設備 就是AOI設備 所以你說為什麼今天木得會漲停 我跟你講 就是我今天我準備要跟各位講的事情 日月光新技術 AOI設備要更升級 所以日月光現在為什麼要去入股木得 因為他現在要很多更先進的設備 所以與其 對不對 我那麼多的經費都給你 我倒不如怎麼樣 你讓我認一下吧 對不對 我還可以做一些賬 OK啊 沒問題啊 是不是 所以他1月份 4月份 6月份 你都有新機種要認證啊 那過的話呢 過的話他的營收 他的獲利 不就翻好幾倍了嗎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說平台要忍住 有沒有 現在開始脫離了 脫離呢 我跟各位講 你看位階 他位階很高嗎 我們從中黑線來看的話 來你自己看 這很高嗎 這也沒有創新高的格局 是不是還有機會 所以我講的小心賺更多 好不好 財富噴射機跟著我來就對了 那大魚大肉我帶你吃 前菜呢 也稍微要吃一下 對不對 好 前菜部分呢 我跟各位講 中興店第二 這是3月15號我生日那一天 收到大家滿滿的祝福 我非常開心 真的非常開心 真的很多人流那個留言 我真的是蠻感動的 所以我只能夠 找到更好的股票 來回報給大家 不然 對不對 我也結婚了 我也不可以以聲相許 對吧 所以我就找到更好的股票 給各位 3月15號你看看節目 這是 這是當天 非凡三葉台的網路YT的節目 我把它介錄下來 當天這個點閱率大概有4944人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的台光電 你對照一下 是不是台光電 沒有錯吧 來各位 今天我們出調 405到435 20張 沙拉 先吃一下 20張賺60萬 跟高麗沒辦法比 跟穆德沒辦法比 但我們一樣賺得很開心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 你跟著來就對了 好不好 你跟著來就對了 我會有更多好的股票給大家 那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我沒辦法講太多 那很多的東西 我會傳到YT頻道 包括這兩天 你看兩天前 對不對 我跟各位上什麼 我跟各位上一些電力概念股 我跟各位講 大雅 要特別注意 來今天大雅 我跟你講說什麼 我跟你講說 深微能源要注意 對不對 好啦 時間來不及了 我要講重點 因為今天還有這一檔 有沒有 這個有點拉慘 那個企劃有點搞錯了 這副牌我後面 我後來看後台 很多人跟我講說 老師 這已經虎牌了 你到底會不會打麻將 我看一下還真的虎牌了 所以這副牌沒有聽什麼 有人答得出來 對不對 那我講了給你大發歷史 哪一檔 因爺打 感謝昨天加入的8名成員 張你們的福 真的 你們一進來 股票一買就漲停板 來這是我今天 我在我的LINE族群裡面 我跟你講 加入LINE族群 都不用錢 好不好 這邊我有寫一個 注意 AIPC要來囉 對不對 宏基 仁寶 音業達 會不會開始發威 你慢慢看 9點01分 家族成員進場 你收到的訊息是9點01分 代表我發的訊息 我可能還沒開盤 我再準備了 就是請你買進 58以下都可以買得到 好不好 58以下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盤 我們感覺漲了300多點 對不對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很多人問我說還有沒有高麗這樣子的股票 各位這一檔 一檔 賺成大胖子 現在高麗已經變大胖子哦 6成以上的漲幅空間 8成以上的勝率 因為主管機關說不能說百分之百 不然我也想寫百分之百 但是不行 好不好 限量30位 限量30位 週末假日你看到節目的 你有資金要定高機了 你來找我 我帶你當壓 單壓一支 這一檔 跟高麗一樣 會複製高麗 狂飆的路線 有興趣的 打電話進來 或者在LINE裡面直接留言 留言 定高機 我帶你 單股重壓 就是這一檔 好不好 我們秀一下帶回來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有沒有覺得看我的節目時間過得很快 我自己都覺得時間怎麼一下子就到了 好各位 重點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你要賺錢 我知道你想賺很多錢 但是我跟你講的高麗 你就是怎麼樣 錯過了對不對 你錯過就是錯過了 時光不可能再倒流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好不好 我接下來將要複製一檔 跟高麗一樣的模式 你要點耐心 這一檔定高機 我告訴大家 給他一段時間 六成以上的漲幅空間 八成以上的勝率 因為我們不能寫百分之百 對不對 各位今天限量30位 就30個名額 我已經準備好下一檔 會跟高麗一模一樣的股票 是長線看好的 那我希望各位就像跟高麗一樣 你堅持一段時間 他給你是這樣子的報酬的話 那我請問大家 那你要不要換來換去 如果你只有200多萬的資金 你不用跑來跑去嘛 鎖定住他 等後面拉上來做收割就好了 像高麗你看看 10張賺多少 153.5萬 各位你看我分析高麗 是從頭到尾 這正當過程裡面 我哪一天放棄過他了 對不對 盤不好 我也一樣跟你講 我還是看好 因為他被低估 沒有錯吧 昨天的報告裡面 我也送給大家了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 10張100多萬 50張是700多萬 一檔就好了 所以你要定狗機的投資朋友 把握 週末假日的時間 我不管你在任何個平台看到 非凡看到也好 或者是YT頻道看到也好 或者是我自己的YT看到也好 各位通通適用 定狗機 我跟各位講 限量30位 30位 加入的投資朋友 我跟各位講 這檔股票 六成以上的漲幅空間 我要帶領各位 一起來佈局 一起再度複製高麗模式 帶你大賺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